我們來看到是疫情解封 那麼迪化街年貨大街 今年恢復擺攤 同樣為期十五天 那麼超過四百攤 很多店家都樂觀其成 不受到疫情影響 整體通膨 加上原物料都上漲了 許多的乾貨價格 會跟你以前想像的差很大 你單喝菊花如果你喜歡聞那個味道的話 它會比較聞得出來 把握機會介紹 平常努力衝刺業績 當然最期待的還是年貨大街 疫情的影響 迪化街年貨大街 已經連續兩年沒有擺攤 生意至少掉了三成以上 今年好不容易恢復擺攤 店家都樂觀其成 有人打電話詢問倒是真的 攤位已經都要出出去 大概都已經九成都已經到位了 一月即將登場的迪化街年貨大街為期十五天 這次同樣有四百多攤 有些店家已經張貼招租攤位廣告 疫情解禁到時有可能再度開放攤位試吃 等兩年終於再度開放 但疫情期間原物料上漲 今年半年貨荷包藥多虛血 過年好多料理必加海鮮干貨 像這樣中科北海道干貝 最近價格已經調整 原本一斤三千元 現在三千五百元 漲幅一成七 南美智利爆罐頭 兩顆裝的漲幅也有一成一 埔里段木香菇一斤漲了兩百元 漲幅一成四 烏魚子因為暖冬產量減少 漲到三千元 八兩的今年更稀有 近兩箱早就搶光 不止迪化街 電商平台也推出線上半年貨 看看這乾貨禮盒也變貴了 平均漲幅至少一成 提前採買正好遇到雙十二 搭配站上 我們站上的所有優惠 其實買下來其實基本上 跟去年的感受價會是差不多的 今年過年因為解封 可能會比往年更有年味 但也因為疫情 物價一去不回頭 倒是怎麼買 消費者恐怕得再好好盤散 記者臨時的黃樹芬台北報導